开饭 开饭 嗨 各位 今天是一定要让老妈学的一道菜 照烧豆腐 要是说能做比肉还好吃 那是瞎掰 但是能把豆腐做到这个味道的 那还是蛮值得推荐的 海苔可以直接买那一块海的味道 我知道 就是那种一小片一小片的包装 那这样包起来也刚好 还不浪费 豆腐切成长方条 但是不建议用水豆腐 很容易就吸碎了 豆腐外面沾上一层薄薄的淀粉 这样煎出来的豆腐外面那一层 会略微的发印和豆腐的口感上 这样的一张 照烧汁呢记住这个比例 受不了 一勺蚝油 两勺的酱油 三勺的料酒 十勺的白汤 照烧汁直接倒入锅里 不用盖盖 把豆腐翻翻面 焦焦汁 让它们入味 然后汤汁也浓稠 就好 这种海苔呢不单单只是装饰的 我感觉加不加还是有区别的 另外呢照烧汁虽然是偏甜口 但是呢它不会让人觉得吃起来发腻 还是蛮值得你们的妈妈尝试一下的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视频了 如果你也想学习更多的家当菜 可以订阅小智 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可以来看看 那咱们下期见 拜拜